淡水清水盐祖师庙在这个月初才刚办完大拜拜绕境活动 今天副主委却召集各庙务委员开会并且对外发表声明 从农历6月1号开始也就是国立的7月4号淡水清水盐 以及蒙甲清水盐祖师庙将一起不提供老祖挂单申请 也就是不让外界将蓬莱老祖的神尊请到外地去出巡等活动 往后只有在农历初五的大拜拜 以及10月份分铃的巡礼会外出之外 其余时间都要将老祖固定供奉在庙里面 这边的这个声明是有万华提起的 我们这边也呼应 同时我也向我们蓬莱老祖来拔杯 他很乐意留在庙里 主要原因也就是所有的信众 希望到我们清水盐来 能看到第一代的祖师爷 也又称为落鼻祖师的鸿莱老祖 一个月最多有出去二十几天 虽一十五也常常不在 由于目前蓬莱老祖神尊一样是维持农历 双月份在淡水清水盐 而单月份在蒙甲清水盐轮流供奉 只有大拜拜的这个月份是互相对调 而淡水清水盐副主委表示 会晚聚各宫庙要蓬莱老祖挂单 是因为太多人要请老祖外出 让许多外地以及本地信众 要来庙里面参拜 蓬莱老祖都不在庙里头 曾经在一个月内最多有二十天 老祖都挂单外出 甚至每到农历八月 整个月份蓬莱老祖都不在庙里头 因此才会协议做出决定 这里我在此强调 经过委员会的同意认同之后 我们也有他的替身 也就是蓬莱老祖不在 就是可以挂我们的蓬莱大祖 再来就是蓬莱二祖 也由蓬莱祖移植类推 可以到我们各地去给信众来摩拜 淡水清水盐副主委表示 其实在八年前他们就提出取消老祖挂单 但是当时蒙甲清水盐不同意 而如今蒙甲清水盐主动提出此案 也就达成协议 由于蓬莱老祖神尊已经有九百多年的历史 是由沈香木所雕刻而成 也是全台湾唯一第一代的十祖 更特别珍贵 因此为了避免神尊受到损坏 祖师庙共同发表声明取消挂单 庙方表示往后在各地庄头 若是需要请到祖师爷 将会提供大祖二祖等分身 让信众可以得到同样的保佑 记得是段一淡水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